前几天,中国超两亿人单身登上了热搜,无数单身狗奔走相告,有生之年,我终于上热搜了。 没有伴侣,没有家庭,单身的朋友们把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花在自己身上。 保持单身的理由也很简单,谈恋爱多麻烦,一个人多快乐。 可你知道吗,长期失去性生活的你,身体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有性生活的人越来越少了。 早在2013年,英国一份全国性态度与生活习惯调查指出,英国16到44岁的人群平均每月性行为不到5次,而数据显示在3年前, 男性每个月都有6.2次性行为,女性更是达到了6.3次。 澳大利亚在2014年进行了全国性生活调查,表明异性恋每周平均有1.4次性行为,低于10年前的每周1.8次。 在中国,根据性社会学家潘隋明教授的2000至2015年中国人的全性的调查数据显示, 从2000年到2015年,18岁到30岁的同居或者已婚年轻人里,男性每月性交少于一次的比例从7%增长到20%,女性则是从3%上涨到14%,男性没有兴趣的比例从4.8%上升到12.1%,女性则从12.8%涨到了27%。 由数据可见,青年人群的性生活频率持续下降,但为什么年轻人群中患有性病的患者却逐渐增多? 调查发现,性病的发病率高,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在发生性行为时没有采取安全措施,不使用安全套。 中国疾控中心对全国30万名大学生进行调查,2010到2015年间,15至17岁学生首次发生性行为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达到60%以上, 而最近一次与固定伴侣、临时伴侣发生性生活未带套的比例分别在50%、59%。 包括梅毒、临病在内等的性病最主要的发病原因就是为使用安全套。 由此可见,一次不带套的性行为比发生几十次有安全措施的性行为有更高的患病风险。 稳定的性生活可以使身体释放激素,帮助解压甚至于得到很好的睡眠。 那么如果长期没有性生活对身体的影响大吗? 长期没有性生活,身体会发生什么? 一、影响记忆,性可以帮助大脑生长神经元,往往可以使大脑善于回忆记忆。 如果长期没有性生活,可能会导致体内荷尔蒙基攒过多无法散发,最后导致自身记忆受到影响。 二、焦虑、压力。 如果你不经常跟伴侣发生性关系,那么可能会在心理感觉上与伴侣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在处理日常压力方面也得不到好的支持。 而性生活可以帮你释放身体中的荷尔蒙,控制压力的影响,更有助于睡眠。 三、免疫系统。 一项研究显示,每周有一到两次的性生活的大学生被证明具有更高水平的免疫球蛋白A抗体。 这种抗体在免疫系统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性生活少可能会导致身体抵御疾病的能力下降,导致感冒等疾病发生。 难、性、医、长期没有性生活,更容易早泻。 长期没有性生活,在再次进行性生活的时候,会因为过于敏感而出现涉经过早的情况。 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早泻了,其实这种情况真的不算早泻。 通常我们把性生活时间过短,没有超过两分钟就涉经,并且这种情况持续出现三个月以上才认为是早泻。 所以,偶尔一次并不用担心,如果出现早泻,和长期没有性生活关系不大,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如泌尿疾病、甲状腺疾病、心理问题等都可能引发早泻。 另外,需要警惕的是,频繁自慰也容易导致早泻,长期频繁地用手,当正常夫妻生活时,可能会因为难以适应,而出现早泻或无法涉经的情况。 所以,自慰很正常,但是过度可就不好了。 二,长期没有性生活,容易养尾。 养尾在临床上又称薄起功能障碍,导致养尾的原因主要分两种,分别是心理原因和身体原因,也有一部分人是混合性的,两方面原因都有。 心理方面包括精神压力大、压抑、焦虑、痛苦等会影响到,疾病方面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性激素分泌不足等疾病也会影响。 长期没有性生活并不会直接导致薄起障碍,如果是因为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出现某些心理问题,可能会影响薄起情况。 但对于中老年男性来说,年龄的增长本就会对薄起产生一些影响,再加上抽烟、喝酒、肥胖等不良因素,对性生活方面的影响可能就会更大。 三、长期没有性生活,会得前列腺疾病。 前列腺疾病是男性的常见病,多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的。 比如性生活过贫或长期无性生活,过多手淫、酒作、酗酒、感冒受凉等。 是的,你没看错,长期无性生活也会诱发前列腺疾病。 在国外曾有人做过一项关于男性性生活次数和前列腺疾病发生关系的研究。 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性生活次数多的男性比少的男性,前列腺发病率低了近一半。 男性没有规律的排精,尤其是有性欲望时的强制克制,会导致前列腺频繁过度充血,诱发炎症。 长期以往还会降低人体免疫力,变得更容易生病。 所以,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适度自卫有利于缓解性张力,有助前列腺健康健康。 女、性、医、长期没有性生活,会卵巢早衰。 若女性40岁之前出现了卵巢功能衰退,则被称为卵巢早衰,此时女性的欲望会下降,容易出现阴道干涩、潮热多汗等症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了夫妻之间的生活。 有75%至90卵巢早衰没有明确原因,但是通常来讲,卵巢早衰主要和遗传因素、不良的生活环境、卵巢疾病、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关。 目前并没有数据显示长期没有性生活会导致卵巢早衰。 但是对于卵巢早衰的女性来说,会因为雌激素下降出现性欲降低,从而导致夫妻生活减少或者没有夫妻生活的情况。 减少性生活可能会出现一个好处,像尖锐湿油、梅毒等性病主要都是通过性传播,如果长期没有性生活,那被传播的几率自然就变小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长期没有性生活还是有点好处的。 另外,对于女性来说,导致宫颈癌的HPV病毒也是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减少性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宫颈癌的发生几率。 但是,女性朋友千万别以拒绝性生活的方式来预防宫颈癌。 正确预防宫颈癌的方法应该是积极接种HPV疫苗加定期做宫颈癌筛查。 虽然说,没有性生活感染这些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但这只能算减少性生活的意外收获。 咱们不能一夜费时为了减少感染而主动放弃性生活。 保持稳定健康的两性关系,才是促进夫妻感情的好方法哦。 对于成年人来说,有规律的性生活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如果长期没有性生活,对人体存在一定危害。 所以,到底多久一次才正常? 夫妻性生活多少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不过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式来进行推算, 即用年龄的十位数乘9,所得成绩的十位数作为时间,各位数作为时间内应有的性交次数。 例如30岁的人,用十位数3乘以9,即等于27,便是在20天内有7次性生活,也就是大概每三天一次为正常。 当然这个公式只是供参考的,不必应照公式频率进行,为一先天条件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身体情况,能否允许承受这样强度的体力活动。 性生活是美好的,但是建议大家在性生活过程中要记得佩戴避孕套, 因为正确使用避孕套,不仅能避免怀孕,还可以有效隔离性疾病以及性疾病病原体的传播,例如聚细胞病毒、单纯泡疹病毒、酶毒螺旋体和艾滋病病毒等。 性生活是许多成年人的生理需求,合理的性生活可以推动夫妻之间的情感,但在性生活过程中也要注意自身安全,做好避孕措施。 中年人的婚姻是支离破碎的。 婚外情或半死不活的无性婚姻,大多以此为主旋律。 据民间不完全统计,中年婚姻70%都是无性婚姻,包括那些看上去美满的。 威严耸听,也许你会这么说,你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那些在外人看来美满和谐,人人称现的模范夫妻,其背后的相处模式, 一下子被戳破了。 婚姻是美好的,这种粉饰太平的想法,被所有置身于婚姻中的人,莫名其妙地,高度默契地维护着。 不能讨论,不能公诸于众。 否则,天下大乱。 朋友是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高管。 三年前,他离开在上海的家,离开娇妻和两岁的女儿,独自一人来北京发展。 但是,这一离开,就是三年。 三年后,既没见他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也没见他跟公司申请回上海发展。 事业心再重,想要团聚,方法总还是有的。 某次,一起吃了饭,又喝了点酒,加上他觉得我是心理咨询师,于是,深入地聊了一下,朋友才说出了自己的难言之隐。 原来,夫妻感情不和。 三年前,孩子两岁时,他有了离婚的想法。 但是,考虑到离婚动作太大,给双方家庭以及孩子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所以,他们决定不离婚。 但是,南方决定离开上海这个城市,离开这个家,去外地发展。 这是真相。 在不知道这些之前,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都觉得他是个顾家好男人,定期给家里打电话,隔一两个月回一趟上海的家,截身字号,公司内外都没有绯闻。 这是假象,如果他不说,没人能知道,这样看上去温文儒雅的男人,背后竟有一段了无声趣的婚姻。 只是勉强维持,无独有偶,一位男性来访者,也有类似的经历。 他既不满婚姻的现状,又碍于种种原因,不愿大动干戈的离婚,所以,也是一个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到另一个城市去发展。 一开始提到婚姻这个主题,他俨然是一副别跟我提这事的表情,你只好给他足够的时间。 因为,他并不是真的不想提,只是因为,这是一件说来话长的事。 婚姻中的种种琐碎,拧巴,争吵,冷战,一言难尽,一地鸡毛。 每每听到这位来访者讲他的家庭,我不知怎么,总能莫名其妙地想起一句宋词,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到天良好个秋。 恰好应了现在的景。 现代人的婚姻,压力太大,很多时候,你想要阳春白雪,结果却是下里巴人。 没结婚的,几乎不管什么年纪,父母都会拼命地催你结婚。 结了婚的,你觉得完成任务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个开始。 正一领,酒席一半,父母就立刻添一心病,什么时候生孩子。 最后,生不生孩子,都能跟孝不孝顺扯上关系,完全是道德绑架。 生了孩子的,也会面临来自社会舆论,周围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当然,还有父母,甚至是自己灵魂深处的拷问,到底要不要二胎? 不要二胎?那也别高兴得太早,只一个孩子,也足以把你牢牢地绑住。 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科学的教育理念又倡导父母自己管教孩子,千万不能把孩子扔给长辈,这是不负责任。 这下倒好,孩子的事情,你还要一手操持。 我身边几乎所有的年轻父母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公司下班,回家上班。 在看职场,人到中年,可谓危机四伏。 那些九五后们,大学刚毕业,聪明,能干,素质高,学习能力强,一个顶你俩,工资只要你的几分之一,你能没有压力。 跟爱人商量一下,要不就一个人工作,另一个人辞职照顾家。 有了这个想法,你就又犯错了。 首先,你每天一睁眼,房贷就一两万。 上有老下有小,全是开销,少一个人赚钱,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其次,一方不工作,也不利于家庭的稳定。 最后,人家那些比你有钱,比你出身好,比你更优秀的人,都还在比你更努力地工作,还在跟生活死磕,你哪有资格谈佛性,不工作? 那简直是自我放弃。 那好,我们强行打起精神,准备好好应对生活中的一切,却发现,人到中年,岁月不饶人,身体每况愈下。 想当初上大学的时候,熬夜打游戏的打游戏,复习考试的复习考试,第二天起来,还是一条好汉。 现在倒好,九点多就困得不行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想躺平,怪不得有那么多人,下班回家,把车开到楼下,愣是不愿意回家,非要在车里静一静,享受一下,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乍一听,很扎心,仔细一品,正常需求。 在这360度无死角的压力中,你想要情趣,想要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谈何容易?根本无暇顾及。 但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依然是一个家庭的基石。 人生就像一部电影,如果你的婚姻质量不高,电影的背景音乐,都会是悲凉,沉重的基调。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弥漫心境。 婚姻质量不高,你整个人的心境,都会是微米的。 它就像一块不足为外人道的伤痛,慢慢吞噬着你,宛如一个黑洞。 婚姻质量高与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生理需求。 很多外人眼中的模范婚姻,都是无性婚姻。 无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多,从两性心理学角度来看,主要是以下几点。 首先,没有生理需求,说明夫妻间的沟通以及感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障碍,这背后折射出的,可能是很严重的问题。 包括你们相依的生活目标,智取爱好,生活理念,甚至是价值观。 其次,生活不和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性对生理需求的表达,都不够顺畅。 一般来说,女性是羞于表达自己的需求的,因为,在大家看来,女性表达自己的需求,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 男人在需求表达上,也有问题。 男性觉得自己是一个捕猎者,是英勇的。 他们表达需求会很谨慎,因为一旦表达,自己就必须表现得很神勇,否则,就是对他们阳刚之气的巨大打击。 所以,男性尽管会表达,但这个表达的过程,也显得内心系很多,顾虑重重。 最后,在表达方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现象,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对男女刚开始谈恋爱,尤其是在没有完全确定关系的时候,彼此的吸引力是最大的。 一旦确定关系,马上就会对这个固定的原配失去兴趣,或者,结婚前,生活还不错,但结婚后很快就厌倦了,这个现象最晚会延迟到生娃之后。 我的妻子,孩子的妈妈,怎么会有需求呢? 这是许多男性心里的独白。 中年婚姻的真相,像一层窗户指,你懂我懂,胡着的时候,皆大欢喜,却经不起轻轻一戳。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掩耳盗铃。 得过且过,那是上一辈人的生活方式。 总不能时代进步了,物质条件提高了,我们的情感需求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有问题了,一定要正视它,解决它。 一位心理学导师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所谓的死结,只是你不愿意花费时间和力气打开而已。 人是繁杂,但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有一些重要的人,值得你花费更多时间,认真应对。 以足够的爱和耐心,去对待你爱的人,要相信,幸福的大门,会渐渐为你打开。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